在农村盖房时,气墙作为一项技术活,高尔师傅首先会将水泥料涂抹在墙面上,然后利用抹子一点点的涂抹均匀,最后再放上砖块敲时,而这样的盖化方式,一天下来可谓是十分的累人。 为此,来自国外的一位45岁资深码工,就发明了一款切墙神器,不用油不用垫,在使用时将它放在下方的砖块上。 接着把水泥料均匀平整地铺设开来,随后轻易拉,继续沿着墙面涂抹水泥,直到最后放上砖块敲时即可,而它的结构十分简单,仅仅只是有两根木柄,制作而成的框架通过螺栓金固定,其优点就在于它可以根据砖块宽度调节好木柄之间的距离,之后不断地往凹槽内踩入水泥料就可以了,不得不说,这样的操作既提高了切墙效率,也保证了墙面的水平垂直,在一定情况下还节省了施工成本, 以及劳动强度不得不说,这样的器墙工具实在是太适用了,而据发明者表示,适用这款工具一小时就能起380块砖头,相对于传统的起砖方式,效率提升了两倍,而制作这样一款简单的工具,成本仅仅只需要15元,已经出现就收到瓦尼工的爱不释手,对此,节目前的小伙伴们,你们觉得这款起砖神器怎么样呢?